第九十二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出炉了 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 2019年相比较于过去几年 迎来了一次大年 所以这次入围名单有好几个死亡之组 这也让我预测变得非常难抉择 先说这次奥斯卡整体入围名单的感觉 没有很大意外 基本热门的和高口碑的都入了 而且每一部作品的质量都非常过硬 这些入围电影在他们阐述的类型主题上 也都非常的深刻 其中小丑入围了十一项领跑 这部以DC漫画为原型的改编故事 可以说造就了目前超音题材最高的辉煌和成就了 这样也让大家看到了超音题材更多的延伸的空间 好吧这时候一定有人站出来说 这已经不是DC漫画的小丑了 这是个全新的故事 那我想说为何小丑的剧本入围的是改编剧本名单呢 此外还有好莱坞网市1917分别以十项提名紧随其后 爱尔兰人九项提名 这也是相当多的提名了 在同一届奥斯卡居然有四部电影提名的数量如此之多 这真的是太少见了 这也证明了这四部电影在各方面的实力都很厉害 而且还有小妇人婚姻故事 悄悄的异想世界 寄生虫分别获得了六项提名 急速之王拿到了四项提名 其中寄生虫能入围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外语最佳剧本这几个重量级别的名单 虽然之前有猜到但看到真的入围时还是不得不再次感叹 这真的是大年到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奥斯卡是美国的或者说是面向西方世界的电影 寄生虫一部纯外语片能拿到奥斯卡这么多项的提名 不管最后能拿到多少奖项 已经是能载入韩国电影实测了 此前我做的2019年最佳外语十佳盘点 还有人说寄生虫过誉了 但去年我进电影院看这片子时 我就已经觉得这电影是年度数一数二的佳片了 就目前为止 寄生虫已经大大小小拿了上百个国际奖项了 就足以证明这部电影的价值 总之呢 今年的奥斯卡竞争是异常激烈的 也一定会值得期待 接下来我就拿重要的奖项来预测分析下 全当和大家讨论娱乐 我们先来看最佳原创配乐 分别是星球大战9 小妇人 小丑 婚姻故事 1917 这些原生这几天我都在听 星球大战9一如既往的好 但作品质量一般 小妇人交响乐视的演奏非常丰富 婚姻故事主旋律非常日式 也很容易让人记住 小丑大提琴的压抑完美衬托了电影 1917管弦乐和大提琴的配合 在战争氛围下渲染的十分到位 小妇人和小丑 应该是配乐获奖的大热门 我比较看好小妇人 小妇人的编曲的多样性和细腻 每一首曲目都带着古典气息 也十分的完整 接下来是最佳艺术指导 这个算是半技术半艺术的奖项了 很多人和最佳视觉效果混淆 视觉效果更多是倾向于后期 艺术指导是前期 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最佳艺术指导入围的有 爱尔兰人 寄生虫 好莱坞往事 悄悄的异想世界 1917 我比较看好1917 从电影一开始 观众就被放置在 更为视觉艺术表达的一站 片中战争武器的摆设 士兵的辅导化 甚至每具尸体在画面中的构图 都被精心的安排过 用残缺美这个词 就很好地诠释了1917的美术部分了 接下来是最佳视觉效果 分别有爱尔兰人 星球大战9 复仇者联盟4 狮子王 还有1917 如果不考虑电影口碑和反馈 光看技术部分 狮子王的影面是最大的 但如果综合考虑的话 1917的胜算应该是最大的 接下来是最佳摄影 分别有爱尔兰人 好莱坞往事 小丑 灯塔 1917 这里我当然是看好 罗杰迪金斯的1917了 我做的1917的电影点评那期 就重点分析了影片的摄影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出门左转 我们再来看动画长篇 分别有玩具总动员4 迅龙高手3 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 遗失的环节 我失去了身体 天啊 冰雪奇艳二失手了 设在这部2019年最火的动画 居然没有被提名 意外嘛是意外的 尤其是遗失的环节 和迅龙高手3 入围的情况下 至于谁最能拿奖 我早在大半年前 玩具总动员4的那期视频中 就夸过玩具总动员4 非常有希望拿到奥斯卡最佳动画了 所以我现在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我看好玩具总动员4 接下来是最佳外语片 分别是寄生虫 痛苦与荣耀 蜂蜜之地 基督圣体 悲惨世界 我只能说寄生虫太强了 其他四部电影不是不好 只是好倒霉哦 童年碰到了寄生虫 这一组是最容易预测的了 奥斯卡请给寄生虫一个圆满的获奖旅程收尾吧 好 接下来的重量级奖项 每一组都是死亡之组了 我们先来看最佳改编剧本 分别有爱尔兰人 小妇人 小丑 教宗的成绩 乔乔的异想世界 这五部作品的质量都非常好 所以只能从数据环境去分析了 跑开Netflix的作品 奥斯卡学院派大概率会不爱 排出了爱尔兰人和教宗的成绩 乔乔的异想世界 目前奖项拿得不多 那么最热门的应该就是小妇人和小丑了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小丑 毕竟这部电影的改编 标志着超音题材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接下来另一个死亡之组就是最佳原创剧本 分别是寄生虫 好莱坞往事 婚姻故事 1917 历人出鞘 我的妈呀 每一部作品都是我的爱啊 真的要选 我觉得是寄生虫吧 毕竟这个剧本真的是把艺术影射商业娱乐 各个层面都拿捏得太好了 我们再来看最佳女配角 分别是理查德诸维尔的哀哥的凯西贝茨 她在里面饰演的母亲 用自己最大的可能去保护自己的儿子 弗洛伦斯皮尤在小妇人中 把活泼开朗热爱艺术的艾美 表现得真实动人 马克特·罗比在爆炸新闻里 饰演了一位真实改编故事的虚构角色 所以发挥空间很大 代表了很多职场遭受骚扰的女性 劳拉邓恩在婚姻故事中的角色 守护着自己的利益 同时又把自己包装成 关怀他人的顶端职业女律师 劳拉邓恩把那种温柔中的犀利 完全释放了 还有斯嘉丽约翰逊寡姐 她同时也入围了最佳女主 你能想象吗 太强了 在这五位女配角中 我最看好的当然是斯嘉丽约翰逊 接下来的最佳男配 爱尔兰人中的阿尔帕西诺 她的演艺生涯 直接是可以拿奥斯卡终生成就奖了 她在片中把传奇人物 金明火法表现得异常本我 看得人浴血喷胀 同样参与爱尔兰人的乔佩西 基本上吸引多年 被马丁重新请了回来 老戏骨一枚 在片中饰演了以不变应万变 深藏不落的黑帮老大 也算是玩得够劳辣了 刚在前面金球奖 拿到了终生成就奖的汤姆汉克斯 在灵里美好的一天 继续做着好好美国先生 简直就是美国好形象的代表了 汤姆汉克斯的演技 也是没什么可点评的了 演什么是什么了 布拉特皮特在好莱坞往事中的 沉着内敛 其实他在星际探索表现也不俗 不过好莱坞一直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太帅不能拿奖 所以小李也是熬到了 自毁形象的荒野猎人 才能拿到表演奖 因此那就祝布拉特皮特好运吧 教宗的成绩中的安东尼霍普金斯 那眼神很举举真的出神入化了 让人感觉他真的老到走不动了 而不是演出来的 这五位入围的最佳男配角演员中 我更希望是阿尔帕西诺拿奖 这样他就是奥斯卡最佳男主和男配都拿过了 也算是圆满了 接下来是最佳女主提名 有小妇人的希尔莎罗南 从出道就表现惊人 如今小妇人中 她的表演早已炉火纯青 爆发力惊人 新西拉爱立佛参演的哈里特 影片本身的口碑和影响力似乎一般 雷尼奇威格在朱迪里面表现让人惊艳 十年内他的演艺生涯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波澜 比起十多年前 辉煌的他实在有些暗淡 但朱迪让雷尼奇威格 重新回到了聚光灯前 他现实的经历和片中的朱迪 也有一些欲曲同工之秒 爆炸新闻中的查理兹赛龙也不容小觑 冷艳和执着 气场玛丽开得很足 后劲非常大 最后是斯嘉丽尤雁逊 他在婚姻故事中把一位母亲 一位演员 一位妻子 三个身份交织完美诠释 和男主的对戏堪称经典 共鸣了太多的夫妻家庭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 我太喜欢斯嘉丽寡姐了 她很努力去经营着自己的演艺生涯 我内心肯定选她 但雷尼奇威格也很强 而且还是人物传记片 奥斯卡最吃这种片了 所以这届要不就出个双女主最佳好了 我们再来看最佳男主 我最爱的小李 在好莱坞往事依然个人风格很强烈 就于他已经拿了一枚了 所以他这次陪跑的几率非常高了 乔纳森普雷斯在教宗的成绩 发挥水平其实是正常的 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的角色 不是他来饰演 所以陪跑的几率也挺高的 痛苦与荣耀中的安东尼·班德拉斯 是唯一外语片入围的表演奖项了 这是一种肯定 但更大程度上 也是让表演入围奖 更多元化的态度吧 婚姻故事中的亚当·德莱佛 开罗人·斯基 和寡姐演夫妻天衣无缝 情绪保稳到位 很多人开玩笑说 开罗人和寡姐吵架时 让人感觉开罗人随时要拔光剑了 但其实坦白讲 我一点都没有出戏 斯基在戏里面时 就是一位忙于事业 渐渐忽略了家庭和伴侣 感受的丈夫和父亲 最后 华金·菲尼克斯在小丑的表现 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我最看好的当然也是凤凰书了 如此大胆的演出 如此大胆的角色 这是这些年来最出彩的人物了 接下来是最佳导演 分别是爱尔兰人 而且不喜欢漫威超音电影的 马丁斯克赛斯 这个梗估计会一直跟随着 马丁老爷子了 超音题材改编小丑导演 托德·菲利普斯 同时他也是影片的监制和编剧 这也是他导演职业生涯 获得的最好成绩了 昆汀·塔伦蒂诺 评价的好莱坞往事入围 这是昆汀最浪漫的一部电影了 不知道这次奥斯卡 好莱坞往事已经是第九部了 留给昆汀的时间和机会不多了 接下来是金球奖爆冷的 1917的萨姆·门德斯 一镜到底的新玩法 先熟的场景 调度和镜头语言 都非常契合最佳导演这个身份了 最后是寄生虫 韩国导演奉俊浩 他凭借这部电影 首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导演 最佳外语 最佳影片 同时也是韩国电影的第一次 寄生虫一路走到现在 已经远超了奉俊浩的经典作品 杀人回忆的影响力了 论实力 每位导演都是实至名归的 但毕竟小金人只有一个 如果主流判断的话 应该在萨姆·门德斯和昆汀中选出 原因是我觉得爱尔兰人 其实马丁发挥水平正常 而且是Netflix出品 小丑更多的是演员为主导 不过我当然还是希望 凤俊浩拿到小金人 这样凸显了奥斯卡的 国际水平和包容度 同时也能创造一定的 新鲜感和收视率 真的要选一位的话 我应该会压萨姆·门德斯 最后到了入围 最佳影片的九部作品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最佳影片是颁给制片人的 是一个注重综合实力的集体奖 也是对电影全面的肯定 但最佳影片综合考虑的因素 也很复杂 包括一整年的奥斯卡风向标 电影前期后期的公关和游戏 政治正确的考量 电影作品影响力 和后续好莱坞电影发展的 方向分析等等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有时候奥斯卡每年颁发的 最佳影片 其实并不是大家都能认同的 深刻艺术电影 而是有着明显的 好莱坞商业家文艺的标签 这九部入围最佳影片的作品 分别是 《急速车王》 《爱尔兰人》 《小妇人》 《寄生虫》 《好莱坞往事》 《小丑》 《婚姻故事》 《悄悄的异想世界》 《1917》 正所谓提名入围 靠实力拿奖看运气 在奥斯卡最佳影片上 更是如此了 以往拿奥斯卡最佳影片 大人们一般就两部 多的时候就三部 但今年真的不好说啊 《爱尔兰人》 《寄生虫》 《小丑好莱坞往事》 《1917》 这五部都是夺冠热门 可能说不定还要爆冷门 其他四部也能选上 我个人的感觉 《寄生虫》虽好 但应该拿不到最佳影片 毕竟这是给制片人的奖 《急速车王》 《乔乔》也不太可能 热度攻关不够 《小妇人》是改编作品 而且前面的两部 《小妇人》成绩也很好 《爱尔兰人》 《婚姻故事》 给流媒体公司肯定吧 金球奖就是一个态度 好莱坞往事 就故事本身是架空的 而且就李小龙事件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影片在品质上 其实经验度也还好 那这么排除下来 就剩下《1917》和《小丑》了 这两部作品 从热门程度和 供应时间的长短来看 《小丑》的优势最占优 如果奥斯卡够大胆 不管超音选题和片中的价值观 《小丑》应该能笑到最后 获得最佳影片 但如果奥斯卡保守主流一些的话 《1917》可以拿到最佳影片 好 这就是我对今年第92届 奥斯卡入围名单的分析 为了求生欲 我再重申一次 这个预测纯属个人观点 就像预告解析系列一样 能娱乐消遣到大家 并让大家从中了解到 电影的一些小小的知识 目的就达到了 至于命中力 我从来都是不关心的 最后还有一个 压轴彩蛋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 那就是大宠看电影的 Facebook主页正式开启了 如果喜欢我节目的小伙伴 可以在视频下方说明处 直接点链接去点赞关注 也可以去Facebook搜索 大宠看电影 并点赞关注 我会不定时的发些 独家日常和电影心得 和大家互动 喜欢玩Facebook的小伙伴们 支持一下吧 那今天就先到这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